这起意外至少有156个人需要送医 在第一时间的花莲县这里是立刻启动了大量伤患机制要来后送 包含是部立花莲医院门诺慈济还有国军花莲医院 宜兰这里的苏澳荣民医院以及博爱医院都全力加入协助行列 而花莲县长徐正蔚也在花莲车站外面紧急设置了临时服务中心 尽全力要协助受意外波及的旅客 还能走得沿着车顶一步步小心翼翼脱困 好 慢 慢 伤势严重的乘客被固定在单架上用人力背下车 台铁四零八次太魯格号发生撞车事故 花莲县也立刻启动大量伤患机制 新城车站外将近二十辆救护车在这边待命 不浪费任何黄金救援时间 意外中的伤患陆续被送往花莲门诺医院 复利花莲医院 花莲慈激医院还有国军花莲总医院 另外宜兰苏澳荣民医院以及罗东的博爱医院 也都加入支援行列 县政府派出游览车帮忙民众脱困 希望能够尽全力协助大家度过这场劫难 华日新闻综合报道